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古代出乎意料的两种职业,一种看似风光,一种看似吃喝不愁。 我们了解历史的途径有很多,一种就是通过古人留下来的文学作品, 一种就是通过我们现在一些导演翻拍的电影电视剧,来反映古代的一些历史。 但是这些历史,一多半都是以真正的历史有些出入的,就拿古代的捕快来看。 我没看电影《六山门》里面的人是多么的厉害,走路都带风的那种,但是真。 实的捕快真的是这样吗?正义肝胆,路见不平拔刀相助,还有就是太监。 我们看很多太监都是一人之下,外人之上,武力超群。 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威风十足? 我们就先来看看,我们都看似了解,但一点也不熟悉的太监吧。 首先我们来看看太监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。 太监这个职业,就是一个伺候妃子皇上的内活丰活, 他的由来就是皇上为了保证皇室的血统纯正,所以将伺候贵妃皇后的男人变。 成太监,而且太监是种非常低人一等,在当时甚至低于女性,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。 太监招收是很广的,因为他的地位低下,所以一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。 由于各种原因,父母养不起了,就送到宫中做太监,但是做太监不是那么简单。 首先在净身之前,还要钱一个合约,就是一旦在净身过程中不慎死亡, 和操刀人一点关系也没有,只有这样,操刀人才会给你净身, 而且你的宝会被他们放到一个小盒子里面,上面洒满了石灰来保存。 最后将这个盒子,放到宝贝房里面。 如果有一天你升官发财之后,还可以花高价从操刀人手里买回来。 很多人有疑问了,为什么会这样呢? 因为一旦你成为了太监,在你死后你是不能进祖坟的,因为你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 俗话说,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,还有就是你的身体是父母给你的,你无权破坏他, 所以说太监是不孝之人。 一旦,你将自己的宝贝买回来,就可以进入祖坟。 所以说太监看似风风光光,他所经历的是极其痛苦的,太监不好做,尤其是伺候皇上的太监,除非皇上昏庸无能,太监才有可能把持朝政。 再一个就是我们觉得非常正义的一个职业,不快,但是在古代,不快真的像现在的警察一样,被人尊敬,拿着铁饭碗吗?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,在古代,不快不是朝廷的官,朝堂最小的官就是县探爷,他手下的捕快什么的都是他自己招的,不属于国家编制,所以他的待遇服律各方面,根本比不上现在警察。 我们看的什么四大名捕,其实就是对于捕快的一种美好想象,根本不是那样。 因为在古代一旦发生什么重大的案件,衣冠压衣冠,最后的重弹都会压到捕快身上,所以有时候遇到很厉害的盗匪,捕快是打不过的,为什么呢? 因为那是冷兵器的时代,你有刀,人家也有刀。 那么他怎么抓人,喂?了交差,随便抓一个人,所以古代仍假错案很多,这也是一个原因。 还有就是古代的捕快,一般没有太多的中干腻胆,他们一般都是街上的小混混,为了混口吃喝,又或者说,为了收保护费更加的合理,以各种募捐的学头收费,他们选择了捕快,因为一旦选择不交, 到时候真的有流氓在你店里闹事,他们很有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随便说一个人员紧张,没有多余的人员调动,那你就叫天无门了。 所以古代的捕快出入一些高消费的场所,一般不售他们的钱,因为以后还有可能用得到他们的地方。 古代出乎意料的两种职业,一种看似风光,一种看似吃喝不愁。